赵丽颖粉丝在上热搜。舆论让王一博选择沉默,碍于人气过高。眼熟吗?没错,这是上一次赵丽颖粉丝登上热搜的作品。 3月21日,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距离上一次热搜还没隔几天呢,这位粉丝带着他的新作品又登上了热搜。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 据该画师周一宇介绍,此次作品名为胡璇,其作品整体带有着极其浓厚的敦煌风格,它相辅相成的飞天造型和色彩搭配使得画面特别柔和与和谐。 一眼望过去,就可以瞬间把人带到几千公里以外的敦煌,去感受那段精彩绝伦的历史。既然提到了敦煌,那就不得不提一下那些敦煌的可爱官方。 希望银宝来敦煌旅行,想看银宝敦煌飞天装。粉丝好厉害。很惊艳,高手在人间。 很难想象这些话都是出自于敦煌官方,每一句夸赞都很真实很真诚,每一句都说到我的心砍上了,让人觉得这些官方不再是由背后的机器操纵,而是跟我们一样有想法有情感的人。 和官方一样,我也希望银宝可以去敦煌旅游。不仅如此,更是惊动到了导演。 哈哈哈哈,导演太可爱了,时时刻刻8G网冲浪,走在时代前沿,一想到这,就让人更加期待宇凤行了。 最后我想给大家再看一幅画。 这是由粉丝鸡翅真好吃创作的最新的一幅有关与凤行的作品,他有超级多精彩的作品,是一个很优秀的老师。 娱乐圈是一个争名夺利的修罗场,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当下各行各业的现状,不过是被无限放大了而已。 舆论八卦从之前的大街小巷,市井生活中,搬到了互联网线上平台,说到底换汤不换药,终究本质是一个样子,就是七嘴八舌之间的招摇过世。 其实如果不看承尔的采访,也许也不会有如此的感慨,看完后,小妖还是忍不住说些个人真实感受。 承尔说特别理解王一博的沉默,我只能说,挺想笑的,却内心五味杂陈,一个年轻人,从王一博爆火的一十九年,他不过才二十一岁,年纪轻轻,饱受八卦舆论风平,在最具有活力跟释放的年纪,也是一个表达欲最旺盛的年纪,他选择的是沉默。 其实挺可悲的一件事,如果没有那么高的人气,没有蜂拥而至的追捧,看过他之前没火的时候,也是一个活力四射,表达欲很强的年轻小伙,是爱在朋友圈分享,在私下走路拽拽的模样,也是一个机场可以翘着二郎腿,玩着手机,没事蹦打两下,逢人嘘寒问暖的阳光男孩。 抛开王一博性格问题,在爆火后,大众对他的喜爱,带着刀带着剑,让他原本就沉默不爱多言的性格,更加放大开来,因为多说终究容易被大体小做,是不是该想想舆论到底对他做了什么,让他再选择沉默,背后究竟有多少的不得不,不得已而未知。 王一博是幸运的,这是无可厚非的,不但娱乐圈,任何一个领域,都是如此,人如果走运了,大运推着你走到人生前台去,哪怕你一无是处,都会引来人生高光。 可是王一博又是一个踏实本分的人,不会什么花言巧语,这是我见过为数不多,红了之后没什么差别的人,依旧干着原有的工作,甚至牺牲更多,活干得越来越多,他却可以兢兢业业,忙忙碌碌做着打工仔。 外界对于他的声音并非友好,说到底是对于一个年轻人的鞭策,有多少人喜欢你,就有多少人极度看不得你好。 王一博的他事本分,给月华带来的是荣耀,一个拼了命都要上市的公司,让资本看到了这个顶流的人气,看到了流量的巨大潜力。 可是一切的背后,需要的是一个稳,这个归咎到一个点,就是王一博本人。 好多混娱乐圈的人说,王一博这几年给月华打工打成那样,真够蠢的,也是傻到家了,其实很多人都知道,一个艺人爆火,幕后团队的配合很重要。 王一博的个性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,更不是一个贪财精明算计的,如果没有月华帮着,也许在很多次的舆论风波中,王一博可能从此沦为昙花一现。 外界对于王一博的偏爱,呈现了两极分化,这也是让人特别意外的,喜欢他的人爱到骨子的维护,不喜欢的恨不得让他赶紧消失,路人对他的一致是吃瓜态度。 王一博需要有更好的资源跟作品傍身,这才是他的底气,更是实力的见证,才能走得更稳,选择沉默,终究是败给了舆论,还有就是他并非拥有太多作品来证明自己,选择沉默,低调,好好拍戏,好好推广自己热爱的东西,也许才是最重要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